轎车没打方向灯 直接往右偏 准备要停车 还好机车骑士有hold住 没撞上 继续往前骑 又有状况 差几公分的距离 就要撞上 老贝贝骑车横跃马路 当自己家一样 机车骑士又是一身冷汗 一路上连续两个状况 还没完 一百多公尺后 又来一个 货车上的砖块朝他飞过来 还好没砸到人 不过扣得一身 砸到机车 短短同一条路上 像是闯关大挑战 不过别以为 骑车才会遇到 在小港这部商行车 停在家门口也遭殃 一部白色轿车 倒车准备回转 碰到一身 商行车晃了好大一下 轿车是要跑了吗 没有车主下车了 结果关心的是 自己的爱车 有没有痕迹 看呀看得好仔细 看完了下一步上车落跑 这天天就知道 车用弄到 因为车门开不开 怎么放到机车处的那准 有显示说 你掌户改过一次 放到机车做动了 乡行车车主隔天一早醒来 要开车 车门打不开 板筋又有擦撞痕迹 惊觉不对劲 调阅监视器 才发现车是被人撞了 对方去落跑 修车费少说八千元 已经报警处理 也希望这名落跑的轿车车主 快出现 厘清责任 记者蔡双吉 赖笔箱高雄报道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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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